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重要但可能相对冷门的话题,那就是传播行业。 这个行业表面上看似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但实际上它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试想一下,我们穿的衣服,用的电子设备,甚至家中的装饰品,大多数都是通过远洋运输来到我们的身边。 而支撑这种全球贸易的重要基石,正是传播行业。 所以今天,我想通过这个视频,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传播行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甚至可能为您未来的投资决策提供一些参考。 过去几年,传播行业经历了低谷之后,正在迎来一轮全面复苏。 根据2024年的统计数据,全球传播行业的新街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0%, 其中,集装箱船和邮轮的订单增速尤为显著,分别达到了102%和51%。 这个数字背后透露出的信息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这说明海运需求在快速回暖,船东的信心也在恢复, 而这一切都直接推动了造船行业的景气上行。 同时,新船价格也在不断攀升。 根据克拉克森的数据,新船造价指数在2024年已经达到了189.42点, 这个数字今年增长了6.2%,而自2021年以来,累计增长幅度达到了51%。 不仅如此,这一指数现在已经处于历史峰值的99%分位,几乎触顶。 首先,我们来看需求端。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贸易活动的增长直接带动了海运需求的上升。 特别是一些老旧船舶即将退役,而新船的订单需求因此被提前释放。 大家可能不知道,船舶的寿命通常为15到20年, 而上一轮大规模建造船舶的高峰期大约是在2000年到2008年之间。 这意味着,很多船舶正处于换代周期, 船东们需要下更多的订单来替换这些老旧船只。 此外,国际海事组织还在大力推动全球航运的减排目标。 根据最新的环保政策, 航运业需要在2030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少40%, 在2050年前减少70%。 这就要求船东们尽快更新船队, 用更环保的双燃料船舶来替代那些排放高, 不经济地就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双燃料船舶的订单量最近几年激增, 因为它们既能使用传统燃油, 也能使用更清洁的天然气适应了环保的需求。 接着我们来看供给端的情况。 供给端的变化同样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船舶行业。 首先是全球造船厂数量的大幅减少。 上一轮周期低谷期, 由于需求萎缩, 很多小型船厂倒闭, 导致活跃船厂数量大幅下降。 截至2024年11月, 全球仅有374家活跃船厂, 而在2008年的高峰期, 这一数字是1035家, 减少了足足64%。 更重要的是, 这种胜者为王的行业格局, 使得存活下来的大船厂 更加具有竞争力。 以中国为例, 2024年前三季度, 中国的十大造船厂首持订单量 已经占到了全国总订单量的50%以上。 这种高度集中的市场格局, 也让这些头部企业 能够以更高的价格获得优质订单, 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说到这里, 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 中国在全球船舶行业中的地位 到底有多重要? 答案是, 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造船的绝对龙头。 根据2024年的数据, 中国的新街订单量占到了全球的74.7%, 手持订单量占到了61.4%, 而完工量则占到了55.1%。 这说明什么? 说明全球超过一半的船舶, 最终都是在中国的船厂建造完成的。 更重要的是, 这种领先地位还在不断巩固。 以中国船舶集团为例, 它不仅是全球最大的造船企业之一, 还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覆盖能力, 从设计到制造再到售后服务, 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 我们如何把握住投资机会呢? 这里, 我给大家推荐几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 比如中国船舶, 中国重工, 中船房屋等等。 以中国船舶为例, 这家公司是中国船舶集团的核心上市公司之一, 也是全球造船市场中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之一。 2024年前三季度, 中国船舶实现营收561.69亿元, 同比增长13%。 更值得注意的是, 它的规模净利润预计将在2025年实现翻倍增长, 达到80.33亿元。 这样的表现, 无疑证明了它在行业中的龙头地位。 再比如中国重工, 这家公司不仅在民用船舶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还在军工造船领域有着极高的技术优势。 随着行业景气度的上升, 这些企业的业绩弹性非常明显。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忽视船舶行业可能面临的风险。 比如, 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就是一个潜在的风险点。 以刚才为例, 它占据了船舶制造成本的很大一部分, 而刚才价格的涨跌会直接影响造船企业的利润率。 此外, 虽然当前新船订单的增长势透非常强劲, 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出现需求放缓的情况。 如果全球经济再次面临下行压力, 海运贸易的增长可能受到抑制, 这将直接影响船舶行业的整体表现。 总结来说, 船舶行业正在迎来一个历史性的高景气周期。 从需求段来看, 换船周期, 环保政策的推动以及海运贸易的增长都在为行业注入强劲动力。 从供给段来看, 船厂数量的减少和行业集中度的提高, 为龙头企业创造了更多的盈利空间。 从技术段来看, 高端化、大型化和双燃料化的趋势为行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的技术支持。 对于投资者来说, 现在正是一个绝佳的布局窗口期。 如果您对这个领域感兴趣, 我强烈建议您深入研究一下相关的企业, 相信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我的讲解能帮助大家对船舶行业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者想要进一步了解的内容, 欢迎随时留言或者私信。 我是您的船舶行业观察员, 我们下次再见。